台湾有不少的民众在搭乘手扶梯的时候 会习惯的靠右侧 会让出左侧的通道 给赶时间的旅客可以用走的 甚至是快步的跑步来通行 但是其实这样子是蛮危险的 日本的明古交通局 为了不让民众在手扶梯上 走路甚至奔跑 降低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最近就祭出了一个奇招 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看到就纷纷留言说 这个招式蛮棒的 希望台湾也可以更紧 通勤族对这两具手扶梯安全宣导 肯定不陌生 甚至还会自动分成两条队伍 右边站立左边通行 但有网友发现 日本明古交通局为了安全考量 不让民众在手扶梯上行走 想出这样的奇招 只见照片中一名工作人员 背着黄色手掌形的看板 上头写着STOP 站在手扶梯上 果然后面的人全都乖乖站好 没有人在手扶梯上行走 但如果这招搬到台湾来 民众怎么看 很急还是可能要麻烦他让一下吧 因为大家都站右边 不然会变加直 一个习惯吧 左边会让就是比较急的行人先通行 我觉得OK啊 因为像如果我要走动的话 我也会走楼梯 照片也被旅游部落客转发 吸引大批网友留言 表示早就应该这样 让赶时间的人去走楼梯 更有人直言 全台各地都需要跟进 或是可以在底下放这个挂牌 让有意愿的人直接背上手扶梯 就不要走动嘛 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安全 而且载的人也比较多啊 等于是你两边就不均衡啊 你重量是迟到另外一边去的啊 就是维修的周期会比较短 你维修的品质 维修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专家分析如果以安全考量 当然希望大家不要在手扶梯上行走 而台北捷运也表示 未来还是持续紧握扶手 站稳踏街来宣导 但不会限制旅客站立的位置 或是行走与否 只是这回日本官方出奇招也意外 掀起讨论 借台北综合报道